大家好 欢迎回来妄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节我是许刘先生 请大家记得like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喜欢我们的节目还有正向布 晒冷气两个频道 也希望大家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节回来想说我们经常提到的B&O组家英国 因为有这个B&O签证 越搞越容易过去 甚至乎你是18岁以上 但你自己没有 不过你父母有的话 你也可以脚身过去 即使不需要一家大小的过去 有时父母的事也未必想过去 差不多做到半卖半送 不过英国以外另外一个热门地点叫加拿大 它现在也挺稳定地用一种救生艇计划 叫什么都好 其实都是想你过来读书 还有有一定的学历 或者特定的条件下你才能过来 又未至于去到英国那么濫 不过加拿大的背后好像没有那么集乱无章 不过过去的人有一部分仍然被2019年的事 虽然说去到加拿大 原来背后也有不同的故事 可能我们看到他拍了一些照片 在加拿大的生活 好像很悠灾游灾 环境也不错 但背后有什么血泪史 不妨跟大家一起谈谈 关于公务员的宣誓问题 其实也过了很久 如果大家有看过宣誓内容 也并非什么说不出口 或者令你这么难接受 要向这封宣誓的誓词势不低头 当然如果经过2019年的事件 那帮人的思想短了 所以我经常有一句说话叫做 人一黄 老就什么什么 有些人经常说 那你就说吧 什么什么 每个人的看法都不同 不说你都是我的自由 你有你的想象 我有我的空间 什么都有 第一个要说的就是一个 拒绝宣誓的救护员 他就说自己 黑暴事件之后 他所属的救护员团队里 真的有些人相计会被捕 他当然也是一份子 也叫做出过来 出来的时候就没样子承认 个个都黑暗 戴上什么眼罩 猪嘴 头盔 你很难承认 black box 个个都是这样 觉得自己也挺大风险 所以就决定离开香港 他说那时候 在黑暴时期的时候 同事都分成三批 一批就会走上街 就像他那样 另一批是不会出去 不过就会在社交媒体 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 都是癫的那批 可能share一些文宣 第三批 我想大家一定都猜到 就是所谓的叫做蓝 他很有趣 他说回他们救护团队里面 如何共处三批人 他说蓝的就会看不起黄 也会像撩交打 他说现在因为有了宣誓之后 黄的都不会出什么声音 也不会说什么政治 他一开始都没觉得自己有被捕的风险 不过就是不喜欢宣誓 他说做了十几年 这个关于救护员的工作 也说自己很不舍得 离开了救护之后 都挺极端的 大家可能都挺难想象的 他去了做地盘或餐厅的工作 他说那时候都没想到真的要离开香港 直至身边有些人陆陆陆陆陆都被捕 可能那些手足 不单是救护员的 他也承认自己是有意气用事 走出去做暴徒 不过又觉得没有后悔 为什么他会觉得这么正 冲出去做暴徒 他说那时候令他觉得找到一个理想的地方 哇 真是疯了都挺重要 我们不太明白那些人在那里 我们常常看到什么遮阵 找什么木牌 找些水马 或者找些板的东西 就顶着和警方对峙 那班人很好笑 那班人整排的暴徒 好像有个阵势 可能这里有其中的一个前救护员 而且里面的人有一部分好像他这样想 觉得这个是自己一个 觉得是可以争取到他心目中的民主自由的机会 哇 真是疯了 原来这样也有 不过时势他会觉得 去到黑暴事件的尾声的时候 他一切已经觉得不再熟悉了 而且就算是黄的 或者刚才提到上街的也好 不上街只是出Facebook帖的 或者IG的那些 都会觉得有一种失去了大家之间的信任 都不再谈了 气氛就变得很差 究竟是害怕了 还是自己退潮 他又放在心里也不敢跟别人说 就算昔日一起上街的 或者叫被人逮捕了 有一些也不敢再说 变成了自己有冤无路数 还是怎样的 这些人是自己拿来的 搞笑了 他也跟一些有宣誓的同事聊天 他说我宣誓之后 就再没人敢说自己的看法 也怕被人抹黑 或者在上司面前打小报告 甚至被人说成是发假誓 他看到这些情况 他会觉得很开心 会觉得自己 哇 我真是幸运了 我宁愿去做地盘 宁愿去做餐厅 我都不要让自己要硬宣誓 即是宣完誓之后 原来回到去 又什么都不能说 批评政府又不行 可能罵政府更加不行 又会怕被人抹黑 又会怕有什么鬼头仔 要成王成孔 不如不要做了 其实我觉得挺有趣的 其实你来上班还是来讲政治的呢 其实上班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在公司会怎样 或者在自己的工作环境会怎样 是不是会不断地跟同事讲政治呢 我觉得自从2019年黑暴事件之后 人与人之间是少了 或者是秘技的去说自己对于政府也好 政治也好的立场 免得被人有一个误解 甚至乎那些人是极黄的 可能就没有了个朋友 不说的都可能还在 大家猜猜猜一下 说回他就决定离开香港 这样的气氛环境下 也怕自己的风险大 随时抓到他 反而去了加拿大寻求政治庇护 他说自己真的不想弄到自己这么漂泊 他说过去打政府工一定是相对稳定 虽然救护员很辛苦 不过真的过不了宣誓这一关 因此自己也去了加拿大 他说到了加拿大之后 发觉自己其实英文不太好 虽然以一个庇护的身份 不过都可以决定去读书 他说如果不读书的话 他会发现自己工作上就没太大选择 那这些人呢 加拿大是否愿意批他们的政治庇护 这里也有些时间 不要以为你一过去就即时批你 不会这么简单 另一个又是去加拿大做难民 这个也挺离奇的 刚才那个救护员了十多年 你计算一条数据 我想都差不多有三十岁 说不是应该有了 这个就更加小 还在读书 他也是以一个难民的形式去到加拿大 不过最有趣的地方或最离奇的地方 他没有跟家人说他自己是以一个难民的身份 他有一个难民的形式申请留在加拿大 他只是跟家人说他去加拿大读书 当然不想他们担心 也不想他们知道他曾经出来冲 出来做暴徒 也可能有被捕的风险 如果这样的话 家人对他去加拿大这次事件是会逆转的 先说一下 这个年轻人也是很普遍2019年黑暴事件里的黑清的想法 他说刚刚去到加拿大的时候情绪非常低落 他说自己为了安全 要逃离香港的暴政 这个危机四伏 随时都有警暴 随时都会晨早拍门来拉你 除了因为这一点之外 就是为了自己的安全 也觉得手足 懂也不好 不懂也好 见到这么多还押 坐牢 他们还在香港受着 受着这些苦 他好像背叛了他们 他为什么屁股会离开香港 当然事出必有因 不单只是做了暴徒 他说自己有一天在家买书 突然间有人拍门 把他带回警署 知道自己被控非法集结 他争扎了好几个月 他决定离开 我想他保释那方面 没有惊动到他家人 所以就不知道他这件事 再话说他到了加拿大后 申请政治庇护之余 就要开始 就像刚才那位救护员哥 他说要开始半公独的生活 也算好一点 不像在BNO早家那些 连工都做不到 他说早上上学 下午或晚上就去快餐店工作 重新到校园读书都不懒 不过最难适应就是冬天 很懂 他说今年的年初的时候 就刚刚到步 就是一年之中最冷的时候 还说 一去到就得见薄衣衣的卫衣 他说很想着香港 始终都是我成长的地方 还说很不习惯 在加拿大这里 大佬你踢宝 你一回来 很大机会就将你拘捕 第一看警方会不会再有相关的证据 如果假若警方再去找他 应该就会惊动到他家人 他妈妈暂时未知 儿子原来以政治庇护身份过去加拿大 我想起码算不算一个善意的谈话 不过都是恶意的 有没有搞错 妈妈养得你这么大 可以做暴徒又要抗争 搞到一锅谱 就去了加拿大 因为妈妈的落差会很大 如果听到儿子说要去加拿大读书 好像去外国升学 那个感觉当然好很多 原来我怕被拘捕 就正式落案起诉我 非法集结就不妙了 因为被捕 但还未正式落案起诉 那是否可以拨一拨 马上走了 其实某程度上这也是一个漏洞 所以他们拍给人看自己在加拿大生活的背后 其实他们还在等待做难民身份的人 自己生活都是成王成孔 很忐忑 读书或者掩饰 间接来说是能够留在加拿大 去到被自己不用走的一个座证 有时候看到这些 为了所谓的抗争 到今时今日去到加拿大 仍然都是愚蠢蠢吃战队 有时看见这些人挺可惜的 为什么要发生一件这样的事 就是2019年的黑暴事件 如果不是的话 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多家庭 这些人无无畏畏地分隔两地也好 三地也好 甚至乎闹了又要说大话 又要门这个门那个 又要带着悲伤失落 或者这样那样 这样过去 我都觉得挺离奇的 怎么也好 他们自己选择 或者都要为自己所做过的事 而负责 有时人就是这样的 无间道 第二集说的 出得来行 迟早要还 或者都预了要还 差在什么时候 简称就是时辰到 时辰到的 你就要认命 又要在加拿大 又要怨 又怕拘捕 你只不过是懦夫逃避责任 在我眼中就是这么多 今集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